癌症很多很多 造成多處的腸阻塞 所以沒有辦法進食 那像這種這麼厲害的廣泛的轉移 不用切啦 切也沒有用 看得到切 看不到了你要更多 所以我們只是期望讓它可以吃 改變 改善這個腸阻塞 那我們做法是這樣 像這個胃這邊堵住了 東西通不過去 我們就改到 接到小腸 讓核心菌的東西可以流到小腸 流到這邊糟了 這邊又堵住了 只好再改到 再接到另外一條小腸 讓它流過來 跑到這邊都是癌細胞 這邊就放棄了 直接就接到大腸 讓大腸還可以再吸收 那預期這邊出口 直腸這邊堵住了 只好在乙狀結腸打個洞 叫做人工肛能 我們做的手術就是這樣 改到手術加人工肛能 那還好病人沒有出病化症 開始可以吃的時候 我就勸他改變飲食習慣 而且我跟他建議 三個鐘頭喝那個有機的蔬果汁這樣 當飲料喝啦 就是有機的喔 而且要現打的不能放太久氧化 打一打馬上喝 三個小時喝一次 三個小時喝一次 當然還要吃其他的營養 因為這種厲害的癌症 整個肚子都是癌細胞 蠕動不會太好 所以盡量都是液體飲食 所以喝一些阿安素 打個點滴 還好沒有死 出院了 然後固定回來門診看 本來預期只能活兩個月 到兩個月還活著喔 而且狀況比兩個月前還改善 三個月還活著還來看門診 到四個月已經恢復到體能狀況 可以自己開車來看門診 五個月還活著 到半年都還活著 狀況的確改變飲食習慣 癌症的確大大的病情改善 第七個月就糟了 第七個月他又開始吃原來的飲食 體能好又開始享受原來的飲食 病況就惡化的很快 第七個月就走得很快 又化身腸阻症 再來找我掛幾診 三天就死了 所以病況的改善跟惡化 的確從飲食上看到這個模式 其實不只這個病人 我們在一般的病人身上 的確可以發現平行的關係 再來要講環境的問題 我們改變飲食 可以改善這個地球環境 我們的飲食習慣 的確對地球發生極大的影響 只是大家不太care 西亞圖西北環境觀察中心 亞蘭杜林主任講的這些話 我們聽一聽 他說現代生產肉類 大量的物用的穀物 物用的水跟人緣 怎麼物用呢 第一個穀物太浪費了 全地球40%的產量的穀物 全美產量70%的穀物 不是拿來給人吃 直接去餵那個牛 餵那個羊 第二個會造成水汙染 這些肥料的汙染 就是牧草的肥料汙染 糞便的廢水汙染 對我們的水資源汙染很大 其中都有酵酸鹽 會產生癌症喔 第三空氣的汙染 全地球養殖業產生的糞便 那些朝氣達到3000萬公噸 這些阿摩尼亞會跑到空氣裡面去 產生酸魚 會讓我們的森林死亡 助長全食的溫室效應 飲食習慣而已 為了喜歡吃肉 此外 對環境的影響非常的大 因為養一頭牛到長大 拿來賣 拿來宅 要灌溉牧草 要用很多的水 水資源的消耗他們算起來是這樣 養一頭牛的用水量 可以讓一艘驅逐漸浮起來那麼多 再算精準一點 一磅的牛肉需要2500加元的水 等於一個家庭一個月的用水量 此外 人員的消耗也非常大 在製造運送這些牛羊的人員 可以製造運送穀物的10倍 耗10倍的能源 他們精算的結果 一半生產一半牛肉的能源 可以生產40磅大豆那麼多 所以全地球假如都吃肉的話 我們的石油13年就用光了 此外我們發現 90%的植物糧食被浪費了 我們養活一個吃肉的所需的土地生產力 所生產的穀物可以養活20個 吃素的人 用同樣的資料 我們可以養多少人 算給大家看 這塊土地種穀物 大家直接來吃這個米 吃這個大麥 這樣可以活下來 可以活100人的這種土地 好今天大家想不要吃這個 把這些糧食全部變為飼料來餵牛 再來載牛或者吃它的牛奶 吃它的牛肉 只剩可以養30人而已 70%浪費掉了 那有人說那我們來吃雞肉好了 把這些 五穀雜糧這些變為飼料來餵雞 吃它的雞 雞肉吃它的雞蛋 雞很小 只剩12人可以活 養這個最罰不來 為什麼 豬沒有豬蛋也沒有豬奶 養豬最罰不來 事實上糧食真的被浪費了 美國人只要一年少消耗10%的肉類 可以釋放出這麼多的穀物 1200萬噸的穀物 可以餵飽6000萬人食用 10%就好了 你看我們這個世界上 第三世界國家 好多的小朋友沒有飯吃吃不飽 都受到飢餓 印度、非洲、巴基斯坦 很多人吃不飽 小朋友也吃不好 所以他們算了結果 只有半磅牛肉的穀物就可以養救40個 半磅的牛肉而已 40個小朋友不會餓肚子 最後請大家改變飲食來提升免疫力 預防瘟疫 瘟疫真的有沒有跟大家報告一下 流感的大流行的預言真的一一應驗 病毒專家預言 流感大概36年會來一次大流行 大流行之前先勤流感做先前部隊 勤流感現在積壓株之間傳播 經過一段悶燒起就會傳染到人 然後人傳來給人 這個情形在1918年1954年1967年 這個三次大流行 通通看到這個染病過程 先勤流感有一段時間 就人類的流感 為什麼會這樣 這些流感怎麼來的 介紹一下1918年那一次 叫做西班牙流感86年前化生的 目前因為那個1918年科學 所以科學沒有那麼進步 直到最近2月5號 美國科學家用X光結晶普學 定出流感病毒的結構已經定出來了 百分之百確定是鳥類來的 基因檢測的結果 1918年的流感病毒是鳥來的 所以顯示禽流感病毒 突變為人流感病毒一線之隔 幾乎是同一個病原同一個病毒 所以為什麼發生 禽流感發生隔沒多久 就是人流感就是這樣 西班牙流感是100年來最嚴重的傳染病 86年前發生的 當時全球有10億人感染 死了5000萬人 那麼多很可怕 比任何一次世界大戰都多 美國有三分之一的人感染 死了67萬人 也比美國任何一次的戰爭死亡人數多多 台灣那時候是日據時代 80萬人感染死了25000人 這是歷史上的故事 流感是真的很厲害 那現在研究編號 流感病毒長相就像這樣 這是顯微鏡上看的這個樣子 現在長相是這個樣子 流感病毒 它是8條RNA分子就在一起 8條 8條RNA 然後身上有 帶有殲刺狀的H跟N抗原分子 這個就是H 大概500到700隻 現在已經研究到這個很透徹了 那就是這個H跟N分子稍微改變一下 就可以感染人 那每個抗原不一樣就編號 H1N1一直編 編到現在H7N3的都編出來的 那流感的嚴重性 台灣其實每年有3000多人死於流感 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2月2號 那個疾管局副局長 斯文尼很擔心 他擔心 今年假如冬天 流感發生的話 因為是新的病毒可能會來 可能會死8000人 因為新的病毒蠻毒的 哪一種病毒 H5N1這種病毒 所以衛生署要規劃 現在就要規劃 最壞的打算 萬一 流行性感冒 大流行的時候 可能要準備這些東西 一下子死那麼多人怎麼裝啊 準備棺材探明間 擬定禽流感大流行的 全面要停止上課上班 流感 假如像1918年 那個是很可怕的 事實上 禽流感正在惡化 在國外 從去年冬天開始 12月10號 南韓爆發 H5N1 禽流感 台灣殺掉21萬隻 不過台灣N部一樣是N2的 亞洲已經殺到6000萬隻了 美國德州也有禽流感 是H7N3的這種 加拿大也是H7N3 加拿大已經殺掉70萬隻 加拿大他們算一算那個火雞啊 今年的火雞可能 感染節沒有得吃了 因為火雞都感染到那個禽流感 火雞要殺 他們說要殺到5月底才殺得完 每天殺幾隻要殺到5月底才殺得完 加拿大佩斯省最近報導 有一例的人類病例 在3月27號明報 我剛好去加拿大看到那個報紙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 這一次禽流感真的與普通流感病毒結合 可能會有成千上萬人受害 世衛組織表示 這一波禽流感的疫情蔓延之廣 史無前例沒有看過這麼這麼範圍這麼大的 無論就地理範圍經濟影響 衝擊之大皆前手未見 他們都這樣的表示 這個地球從韓國開始 日本 日本現在很糟糕 那個烏鴉都有了 烏鴉都有死於那個禽流感 烏鴉到處亂飛 就把這個病毒到處亂傳染 大陸 台灣 印尼 越南 泰國 印尼 菲律賓 加拿大都有了 一直在蔓延開來 這個禽流感 我們真怕 是不是像1918年那一次 禽流感發生的時候 基感染這個病毒 馬上呼吸衰竭就死了 三天就死了 而且死得很快 一下子沒有辦法呼吸 就自息而死 禽流感目前的疫情 我從2月27號 世衛組織公布的資料 報告給大家聽 越南有23例 泰國有10例的人類病例 越南死了15個 泰國死了7個 所以現在只有 報告世界衛生組織有33個禽流感病例 死了22個 死亡率還蠻高的 其實大陸的禽流感蠻嚴重的 上一次公布是16個省地區淪為禽流感疫區大陸 最近新華社又增加3個 廣東省在3月已經啟動 新流感緊急防治防案 必要時要封鎖疫區停課停工等斷斷措施 以免疫情一直擴散 好像擋不住 不過我們都不知道 大陸有多少人類病例都沒有報告 在那麼大的 那麼大範圍的疫區 到底有沒有像越南泰國死了多少人 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流感全面大流行要三個條件 第一個 這種新的病毒 H1N1病毒 能在人體繁殖 第二個 大家都沒有抗體 還有第三個條件 就是這種病毒 能有效的在人群中傳染 從越南泰國的報告的病例 的確知道 第一條件 第二條件都已經有了 H5N1病毒 不是只有鳥可以得 人也可以得 而且會死亡 而且大家都沒有抗體 因為大家從來沒有遇過 當然沒有抗體 現在只怕第三個 叫做有效的傳染 意思就是說 現在在越南泰國的 那個死的就死了 反正病毒要活的才能複製 死的燒掉就算了 最怕那種中間的 得到感染沒有死 又能到處跑的那種 幾個例 就像去年那個 廣東省佛山是那個醫生 帶著薩士病毒 跑到香港來開會 哇那不得了 整個病毒這樣傳染出來 所以免疫力比較好 又沒有太好 病毒在自己身上 曾經感染 但是沒有發病 帶著病毒到處去散布 那整個大流行就糟了 問題現在大陸都沒有報告 他們禽流感有多少這種病例 所以今天的結論是這樣 我們不要趁禽流感來的時候 才來提升免疫力 的確我們認為 只要大家現在趕快改變飲食習慣 我們的免疫細胞會提升 那個089還有巨視細胞會很強壯 病毒來的時候你不用怕 你馬上反應 所以有的人會得 有的人不會得就是這樣 那我剛剛講過 我們改變飲食習慣 其實對這個地球的環保非常的好 也可以改善地球環境 所以一舉數得 可以免癌症也可以免情無感 所以我一直勸大家 飲食習慣真的是一種習慣而已 喜歡吃肉是喜歡那個味道那個調味料而已 改變一下真的對你我大家整個都好 謝謝各位